嗨 大家好 我是熊仁謙 歡迎來到快樂大學 我們這一系列影片要聊的是 靈性亂象 成績著前面幾支影片 我們接著往下談一些我自己覺得 特別鏘或特別有趣的靈性現象 這支影片要聊的主題是 直覺判斷就是一切嗎 接觸靈性的朋友你一定會發現 靈性圈有一種文化特色 就是很重視直覺 或者很重視某一種訊息 這一種東西其實在學術上 稱之為反制 可是我不太想用這個詞去稱呼它 因為講到反制 大家可能就會以為說這才罵人 這不是這個意思 反制的意思是說 不那麼支持理性知識的分析 而重視直覺常識的 這一系列文化現象 但是這個可能會太複雜 我就簡單把這個 這種直覺的現象 稱之為叫做 歸真衝動 什麼叫歸真衝動 歸真衝動就是 我們都會有一種覺得 就好像說我們出生的時候 內在有一個最美好的狀態 然後但是出生的過程 長大的過程中 這個狀態就被玷污掉 它就變得越來越沒有那麼乾淨 所以我們就不停的去進化 去回歸到這個最美好的狀態 那這個最美好的狀態 做出來的訊息永遠是最好的 它會給你最正確的選擇 它會給你最正確的判斷 然後當你開始做靈性的練習 它就會以各種形式出現在你生命中 比如說 當我用直覺選擇在這個地方 我應該要改變我的做法的時候 我就看到了天使數字 或者是呢 當我選擇在這個地方 原本我很不想去 但是我的直覺告訴我要去做 然後我就去做了之後呢 我就看到很久以前的老朋友 就遇到了他 結果呢 我們卻發現我們自己都在靈性的道路上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 天哪 真的聆聽直覺是最好的選擇 歸真衝動 其實是一種 不是靈性現象出現之後才有的一種 人都有的衝動 這種衝動其實廣泛的存在在 很多人的心目中 就是我們都會覺得 原始的狀態比較好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就是以前在那個 台灣之前在討論有關於 同婚是否合法等等的法律議題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立法院的公聽會上面 招惠法師就有出來 招惠法師是一個很有名的佛教法師 非常進步思想的一位 有領導性的法師 我非常尊敬他 然後他就那時候有發言 那個發言非常有名嘛 他就在捍衛同志的權力的時候 他就引了一個例子 他就說 很多人都會以為先天的是最好的 比如說現在很多人在討論 關於同志的性傾向的時候呢 就會討論說 到底這個同志性傾向是不是先天的 如果先天就可以接受 如果後天就不能接受等等等等 但招惠法師那個時候很明確的 就引了一個例子 他說以為先天的最好其實是一種哲學謬誤 典型的例子就是兔唇 我現在非常深刻 大家知道兔唇的孩子是先天的 他初生就是那個樣子 可是我們會因為他初生就是那個樣子 我們就說 那你就應該保有你這個兔唇的樣子 你不要動手術去矯正他嗎 不會啊 我們會說這個對他生活造成不便 我們就應該去調整 所以同樣的 認為先天最好原始最好的這一種衝動 其實是一種我們人的一種 謬誤跟衝動 但他不一定合理也不一定正確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就是當我們接觸任何東西 特別是靈性圈的時候 我們都好像會覺得 最原始的狀態最好 所以用直覺下判斷 比透過理性分析還好 聆聽內心的聲音 就是聆聽那個最原始的狀態 比用邏輯啊 透過受過訓練的大腦去分析更好 這種衝動其實是一種謬誤 接下來我簡單聊 今天看到這邊 我要插播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我的經驗是 快樂大學開了這麼久 就 抽到很多大家的問題 我發現大家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找不到自己最適合的方法 要找到自己最適合的方法 就要了解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所以快樂大學已經規劃了一套 根據印度傳統靈性文化 所設計的人格測驗 它分成兩段 一塊是了解到你的原始內在人格 以及 你出生之後你善用的人格樣態 有可能你是 A的人格 但是你一直用B的人格在做事情 當我們了解到自己 有沒有善用自己的人格 跟自己 後天變成怎麼樣的人 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 去達到平衡 達到整合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想要透過這一套測驗 幫助大家 自我認識 當我們自我認識之後 後續我們會推出不同人格 特質你所適合的愛情方法 工作方法 社會環境 成長方式 甚至於幫助你找到 你可能更重視的人生目標 與人生意義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了解到在不同情境下 你的感受和行為原因 了解自己 可發揮的長處 更重要的是 了解自己有哪些不足 以及 是用什麼方式與內容去補齊 這些題目有點多 先提醒你 大概有60題左右 原因是 我們希望 真的 達到效果 而不是只是商業性的好玩而已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再連結處看看 接下來我簡單聊一下一些關於 靈性的比較深入的理論 剛剛好 我同時告訴我 有一些人在這個 我們之前影片下面留言說 這個 我不懂靈性 這個蠻好笑的 因為 你這個就是典型的斑門弄斧 我就是斑 沒有錯 我是乳斑 對我來說 你們就是搞病狀況 這個靈性 現在大部分的靈性風潮 其實是來自印度 西方的這個神秘主義學說 基本上是在1850年代開始 變得越來越昌盛 關鍵原因是因為 西方本來就有一掛通靈人 西方在歐美國家 本來就有一掛在 中世紀很流行的一掛人 他們會去 練金術 他們會練丹 然後他們會辦那種 各種通靈會 包括他們的版本的疊先 如果你看過 西方恐怖片的話 你應該就會看到 但是呢 這一種文化現象 在那個時候被視為異端 為什麼 因為基督宗教那個時候強勢 基督宗教的一神教理論 是極度打壓 這種文化現象存在 所以西方人本來就有 這種通靈的這種衝動 基本上東方人也有 但是我們現在大部分 學到靈性文化 是從西方這個文化脈絡而來 所以他本來就有 這種通靈衝動 可是呢 在以前 他們的這種通靈文化呢 就比較暗 比較贏 因為呢 他沒有辦法 公開的表現出來 他一旦公開的表現出來 就會變得怎麼樣 就他變得是在跟這個 基督宗教的主流對抗 你可能就會被判為異端 弄個疊先就被燒死 大概就會像這樣 可是到了1850年代 開始這個信仰開始改變 最重要的改變原因是因為 西方人開始接觸到印度文獻 你如果去看那個文化脈絡 你會發現那個年代 有非常多的傳教士 他們首先是因為研究語言學 拉丁語跟泛語是親戚 他們都是來自印歐語系的 所以透過這個過程 他們研究語言學 而研究語言學 就開始接觸到印度文獻 那個時候大量的印度文獻 開始被翻譯到西方 這是一個爛傷 然後接下來發生的狀況是 很多那些本來內心就有哲學思想 而且他們可能也相信靈性 但是不那麼接觸基督宗教的 這一掛知識分子 在以前他們只能偷偷躲起來搞同理 但是在那個時候他們開始發現 雖然我的觀念跟基督宗教不一樣 可是我現在可以找到 另外一個重要的理論來支持我 也就是印度哲學 最典型的例子就比如尼采 尼采本人是這個佛傑凡哥的狂粉 我們都知道 還有大量的比如榮格 他有受到這個印度的靈性文化的影響 包括他也學過一些 中國道家的思想等等 所以這一股蜂巢 其實就造成了什麼呢 原本在歐美就存在的那一些 靈性主義者 他們開始從印度文獻中找到支持 讓他們的東西不再只是那種 好像很low的通靈 而變成了高級的 然後就變成升級版的 就可以跟基督宗教的理論 抗衡的靈性思想 包括他們從印度領路人物 包括麥倫的學說 包括能量的學說 包括諸如此類這些學說 他們從那邊引入之後 然後壯大了他們的思想 變成了所謂的靈性文化 然後這個靈性文化在1960的 1970年代美國的嬉皮士主義 同時也是一種 所謂的反抗世俗主義的情況之後 再一次被提起 這個是基本的靈性文化爛傷 講這一串是要告訴你 我就是魯班的 不是啦 講這一串就要告訴你 其實現在我們所接觸的靈性文化 它的源頭是來自印度 那麼印度靈性文化 它很重視一個核心觀念 叫做先天與後天 這個先天與後天的概念 在不同的靈性文化的宗派裡面 用不同的用詞 比如說在佛教 我們稱之為有史跟無史 可能在這個印度宗教裡面 它可能會被稱之為叫做 神性跟俗性等等等等 它有不同的名字 總之呢 印度靈性會認為 我們人的存在有先天跟後天 兩個部分 先天是長存不變 後天是無常變化 先天不會變得更好 也不會變得更糟 後天有進步的空間 但它最後也會退步 它就是一個不停變動的情況 所以你可以了解 我們每個人內在有一個 先天不變的靈 它就是長久的 不變的 它不會變好 也不會變壞 所以你不需要揚身它 它因為它不會變糟 它就是美好的 然後呢 我們有一個後天存在的能量狀態 而這個能量狀態會起起伏伏 有時候好 但你沒有辦法讓它到很完美 因為它最後還是會下來 它會變糟 但它也不會到最糟 它最後也會回去 它就是一個震盪不停的 像這樣的一個循環 印度的靈性理論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去平衡 這一個後天的東西 讓它處在一個平衡的狀態 那麼先天的東西 我們要去認識它 它是屬於雙鬼式的一種鍛念方式 這邊的重點是 真正的靈性是屬於先天的那一個 不會變好也不會變糟的一個原始的狀態 而這個原始的狀態 它既不是後天所可以接觸到 它也不會對後天傳遞訊息 換句話說 我們很多時候以為我得到的直覺 或者說我以為我得到的靈性訊息 並不是來自靈性 而是你後天的能量平衡之後 得到的某一種感受而已 所以它其實沒那麼可信 直覺並沒有比理性分析還可信 因為直覺跟你當下的能量狀態有關 你能量狀態好的時候 你會得到好的直覺 你能量狀態差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不好的直覺 以為直覺最好其實是一種謬區 因為我們以為直覺一定來自靈性 然而其實不然 我們大部分收到的直覺判斷 都是後天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在這樣的結構之下 其實科學的練習跟靈性的練習是並行的 我們透過科學的練習 去鍛鍊後天的部分 去平衡我們的能量 去鍛鍊我們的理性 同時我們透過靈性的練習 去認識到我們原始的靈的狀態 這個就是所謂硬度的靈性觀念 相較於相信什麼直覺 相信這些東西 我們更重要的應該是 腦科學的理性鍛鍊 因為腦科學的東西 它已經被證明可行 而且有效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以為屬於靈性的那個直覺 其實不來自靈性 也不過來自後天的一種訊息 那麼在後天的這個戰場之上 腦科學乃至於 腦科學為首的各種科學方式 已經被證明是極度有效 而且能夠幫助我們克服問題的 雙軌的靈性練習至為重要 一方面透過腦科學幫助我們去鍛鍊我們的大腦 幫助我們去平衡我們的本能 一方面透過於其他的靈性手段 去接觸到自己的原始靈性 而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升華自己的人生 所以這樣的雙項練習至為重要 這也是我啊 以及快樂大學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在快樂大學的這支影片留言 就看到我們的Lineat 然後在Lineat裡面呢 有一系列我們正在推行的 腦科學的一些練習系統 可以加入然後去看看 包括我們未來會推廣更多相關的一些活動和課程 總之呢 直覺判斷不是一切 誤以為直覺判斷就是靈性給你的訊息 這其實是對靈性文化不了解所導致 直覺判斷往往受到你當下能量狀態的影響 而如果你過度相信它 很有可能只會讓你在一個循環中不停的打轉 而不會真正讓你找到平衡的美好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對於靈性的主題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或者你想要知道的 或者是你想要提出意見的 歡迎都留言給我 我們可以針對這些題目做更多深入的討論 那麼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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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